正所謂玩家不壞 廠商不愛 一路相隨 天天上線打的 悟出最多 獎運最少 而毫無忠誠 必須有活動 才來看個極眼的用戶 禮包總是送炸天 恩謝禮肯回頭玩 本人最近看到混斗樓 在臉書狂天妹子圖 就一時星期來做好遊戲 想說 找個靈感也好 我靠 爆量的鑽石 從天上砸下來 以前 買不起的課金角色 變成囊中物 馬上入關四火力 他秒怪爽歪歪 再次驗證了 不離不棄 被當北溪 無情無意 已是VIP 成為經典神作 混斗樓的手遊版 被過去的老玩家罵到詐騙 進關之前要先看戰力 數字不夠 神仙難救 培養個半天 總算能進場完了 但又有體力值的限制 打的正起性 卻跟你說要停手 而手遊要課金 沒錢就傷心 人家土豪用的是 開掛神角 平民船官只能拿 破牆爛炮 讓技術之上的混斗樓 變成 窮人誤入的天龍果 以前我肯定會這樣批評 直到 網友提了一個建議 阿蓮公子 你不要再做影片了啦 寫圖文 才方便大家看啊 而且 拜託多介紹一點 單機的大作 還免洗所有 有什麼好講的 這意見 非常正確 但執行起來 爆炸困難 寫圖文 沒錢啦 只能含淚咬牙 模式奉獻 而單機片子 都是快2000 周周介紹 最後真的只能吃泡麵 那請大家站住嘛 有些事啦 不要去驗證 才不會生感情 因為有了這段經歷 對手遊的認識 又不一樣了 啊廠商怎麼這麼沒眼光 混抖樓 就是要做家機呀 被打中就怪得刺激 加上 滅絕疫情的爽快 這樣才是 人之原味 正感的硬派神作 站出了 多少人會掏錢 真的喪失了 大家 還不是要問 值不值得買 現在的玩家標準 非常高啊 用當年的手法 根本很難拿高分 幾個大咖頻道賣貌 哇靠 慘淡的銷量 造成 民眾的虧損 公司倒閉 神作 從此變成絕小 好 就算混抖樓 超越了時代的標準 有口接杯 玩過多數戰 啊 算了 找到破關 不用了三小時 片子 賣到快2000 這樣 氣皮值有過低 那還是上網 看別人玩就好 一對 雲玩家 雲通關 觀賞完 還意見特別多 說 哪邊打擊感不好 操作性 有待加強 啊沒有個機眼 就能看出來 異世界的鑑定技能 也沒這麼扯啊 業界的能軟 廠商最知道 單機市場 根本黑心補償 輸了是傾家當感 贏了 就只能養家無口 投暴率 根本是耍人啊 所以 還是做手遊吧 你可口袋滿滿的 被罵臭頭 也不要 當個餓死的大英雄 來說說 魂斗樓 回歸的優點吧 人物很精美 女的超正 難得跳過 隨便怎樣都好 玩法確實特別 在手遊界 已經算是稀有的 主隊 也算有趣 協力打寶 很輸溫心 如果說 你想換一換口味 這遊戲 只能載來試試看 希望手遊賺錢後 廠商 能看到單機的商機啊 好的東北大阿拉皮 改變你的常規 我是雪戰天道的媳婦 咳咳 可以親自擦嗎 小小小小小小在 internation 很幸運 好